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1月21日 星期一 本身在想說不說 還是要說 阿超弄了一些 萬谷Omicron 嘩 多刺激 上次阿波 阿茂波又弄了這些 沙地Omicron 他們兩兄弟 什麼時候到盧總謀 阿茂 這些很毒的 這些應該不是香港的毒 李家超在萬谷回香港之後 就確診了 現在在家工作 我們習主席 王毅和李顯龍 都是密切接觸者 香港政府官員外訪後 確診新冠肺炎 即COVID-19 行政長官辦公室在週一表示 阿超在星期日的晚上 由泰國萬谷回香港 香港在國際機場做核酸 尿一下鼻 結果是陰性的 現在按衛生署的指引進行隔離 他在萬谷訪問四天期間 進行的快速確權測試 都是呈陰性的 發言人說隔離期間 李家超會在家工作 按需要以視像出席會議 阿超早前就說 在APEX期間曾經向 國家主席習近平問號 並介紹和回報香港目前的情況 而習近平離開萬谷的時候 也有宋具機 這個阿超真是柴子 特意早一天去到 你知不知為什麽 為了接阿平 不是為了接老閘機 阿超 阿超就說 靠談時充分感受到 主席對香港的關心 主席都很關心我 在不同的地方都支持我努力工作 在APEX期間 阿超曾經坐在老閘旁邊 兩個都沒有戴口罩 李家超也和國務委員 兼岸議長王毅 近距離交談 沒有戴口罩 另外他也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會晤期間兩個人 又都沒有戴口罩 即是 暫停王毅李顯龍 成為密切接觸者 密切接觸者 阿超你有事不做 有會不開 通常非 是吧 王岸言說的 你拆全賽感 你真是死 我剛剛那個大陸妹那裏 嘩 如果主席中了 真的叫你回去開會 你就知死了 如果阿超無緣無故離開香港 回大陸 他飽一下他 慢慢煎他 這些國安 大陸那些國安 那些國安 拿一條河扔 不會殺掉他的 放心 要把眼面 好看一點 慢慢吊他 他就打 然後打 狠狠地打他 打他 大陸那些虐待方法 就更加厲害 比我們香港那些 你想不到 可能找那些電鋒 電棒 電他春袋 到時真的會做太監了 說笑而已 說過建設性留言 請回家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